昨天我们在缸里放了一些据说有除枣效果的鱼 我认真观察了一下 它们确实会吃枣 但吃得好像不是很开心 由于这段时间黑壳和别的工具鱼缺货 我打算直接下药处理 关于枣类的品种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就是这种长在底沙、石头和缸壁上 非常柔顺纤细而短小的枣 非常浓密 但是并不分叉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棉枣 下面这种长且卷曲 互相缠绕在一起 好像一般也不会分叉 这个就是我理解的四枣 不知道名字有没有搞错 这两种枣摸起来手感很像 都是滑腻腻的 最后这个应该是两种形态的钢毛枣 有明显的质状分叉 坚硬 摸起来非常深色 和刚才两种有明显区别 关于这个品种判断是否有错误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